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反反复复证明的一件事就是哈里斯并不是民主党最强的人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民主党内部是不是处于一个团结的状况 现在也不好说 就是我在2016年采访的时候 其实当时希拉蕊选书大家会觉得很疯狠 就我在现场当时的民主党大会的一个采访 最主要是民主党里面的一个内斗 就当时你可能还记得桑德斯 其实他的整个党代表票是跟希拉蕊是非常接近 而且两个人打到最后 基本上打到最后一周的初选 打到加州的初选才分出胜负了 所以当时我在2016年的民主党大会的时候 当时希拉蕊在台上发表讲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记者在现场是听不清楚 当时希拉蕊在台上讲什么 因为不停有哈里斯 不停有桑德斯 也都是斯 不停有桑德斯的支持者 在下面打断 想要打断希拉蕊的讲话 而且这些人 因为当时灯光就关掉 只有台上的灯光是亮的 所以这些台下人他们全都穿支持桑德斯 全都穿荧光色会反光 所以就是我们在连线的直播台上往下看 就是星光闪闪 就是那一夜的星空 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这里一闪那里一闪 这里一闪那里一闪 然后这些都是桑德斯的支持者 但是希拉蕊毕竟是老牌的政治人物 然后她在台上的时候 她的就算下面就是有这些闹场的 想要打断的 她其实表现都是很沉稳 所以大家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看希拉蕊整个就很顺畅 我就说我的愿景是什么 就很顺畅 但是我们在现场根本 其实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 就一直被打断 一直被打断她在说 好但整个整体来讲 就是现在这场选举 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 一个一开始竞选的时候 在接近打打平的阶段 虽然情况呢 最少民主党在这一个月 也变化非常大 从之前的感觉上面 大家都都都都都放弃了 民主党好像要不要崩溃了 可是竟然回来了 而且现在在摇摆州里面的 也在打平甚至于领先的情况 虽然领先的大部分 都在政府误差范围之内 那接下去当第一个 就是看民主党 下礼拜的党代表大会 党代表大会之后的走势 再来呢电视辩论 那真的真的就是说 短兵相接的时候呢 就哈里斯 那跟川普 能不能招 招架的的注 这可能是那川普 现在我我我 就现在球呢 在川普这些川普 现在反而是比较焦虑的 一些一方 因为民主党这波的 反弹的气势呢 太强了 好下去了 我们再关注一个一个 两个两个小话题 一个呢就是 就是 哈里斯呢 提了提了 这个这个 那沃尔斯呢 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但我们 我们之前会注意到他呢 可能还 还是在黑 黑名贵的时候 那提了沃尔斯 但是沃尔斯 被提名之后呢 其实讨论沃尔斯 讨论最多的呢 是他 是他的中国连结 就他在他在中国呢 教过书 他在中国待过很久的时间 他确实在当下的 美国的政治人物里面来讲呢 他的中国经验呢 是是很很特别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中国议题 就在这沃尔斯身上的这个 就中国的元素 对选举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对就是沃尔斯他真的是一个蛮特殊的案例 他就是包括在这个 去过中国三十几次嘛 包括听说他的蜜月都是在中国 对对 这很特别 对在大陆那边来度过他的这个蜜月 然后还带这个留学这个学生到 大陆去那边去游学吧 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其实我跟沃尔沃尔在 就是在白宫艺下面那个网友互动 我就有问就是说 给大家是比较清楚这个 这个沃尔斯他的广东话 或者是比普通话还要好 还真的有人留言说 他的这个广东话还不错 真的吗 OK 因为他在广州教书 对啊 对你说90年代这么早之前 对吧 那个时候可能真的 确实蛮多人会习惯说广东话 然后跟我们这个说 就他应该 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可能懂一点 这个 那不管怎么说啦 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些共和党的一个反应 其实蛮激烈 嗯 就是共和党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警讯啊 特别是 呃 沃尔斯曾经说过就是他 他早期啊 就还没从政的时候 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好的 待遇 因为真的就是 你知道就是 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吧 就是热情浩克 对 就真的对他对的对他非常好 而且那个时候你说90年代 连冷气机都是 都是在大陆是很稀缺的 很奢侈的 很奢侈品 嗯 但是他们给沃尔斯呢 是专门提供 有冷气机的这个房间 嗯 真的就是对他非常的礼遇 礼遇这样 然后所以这个共和党就觉得 哎呀他这个关系这么密切 而且那时候在 也说了这个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的好话 然后他们就是 发出很多警讯了 我真的是看了很多比较负面的 嗯 那包括其实我在共和党大会的一个采访 其实也有跟 满多共和党的人聊 就真的就是他们的态度 其实就是都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英派 嗯 这样的状况 所以 共和党的媒体 包括福克斯啊 在报道这个议题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很英派的一个态度去看 嗯 但是我觉得重点来 就是这些共和党的选民 看福克斯的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投给我自己的 没错 所以他们怎么想 其实并不重要 嗯 重要是民主党人怎么想 然后我就会 我就看民主党的一些报道 包括像 NBC啊 CNN啊 就是 比如说 新向民主党的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他们挑的其实是沃尔兹 后来在当美国国会众议员的一些说法 嗯 就是沃尔兹在当美国国会众议员的时候 他会提到说 他关注什么什么所谓的人群议题 嗯 对中国比较有批判性了 嗯 对对对 包括他甚至还有跟这个 呃 呃 呃 达赖喇嘛的合照啦 嗯 这些东西是民主党的人 他们 哈哈哈 这是要如果 如果要洗白沃尔兹的时候 要洗白沃尔兹的时候 就用这这些的背景 嗯 但其实民主党的人 他们会比较倾向就是跟拜登的政策比较一致 就是所谓啦 所谓啦 所谓拜登的说法就是要避免冲突啦 但是要竞争 就是拜登政府他们所提出的一套说法 嗯 那如果就拜登政府提出的这套说法就是 就是要竞争不要冲突这句话如果放在沃尔兹身上 其实是符合拜登政府的一套的理念 就好 可以竞争我也关注你这些议题 但是同时之间我也不想要就是 把这个整个局势恶化到冲突的一个局面 嗯 所以就民主党人他我看他们的 基本上的一个论述就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 嗯 重要的是当沃尔兹他上台之后 嗯 他的政策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 没错 就是说如果我们回到 我报导拜登 我知道 我报导他当副总统的时期 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 他是说他欢迎中国崛起 嗯 反反复复复我听得非常非常多变 然后在他2020年2019年 我们开始想要来参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我也注意到他说过 就是他说中国人不会抢美国人的午餐 嗯 这些话我们其实都记得 就是拜登他自己他这个人 他并不是对中国大陆是恶意满满的 嗯 他不像有一些美国比较就是鹰派的 也就是恶意满满啊 什么都是什么都不对 然后什么都很邪恶之类的 就不是这样子 对 但是当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后 他整个政策就 就很银派了 嗯 就整个就变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回到 我就想要提到一个 就是国际政治学大师 呃 现实主义大师就是 呃 就是那个 米尔斯海默 对 米尔斯海默 对 米尔斯海默 米尔斯海默 OK 米尔斯海默 他其实他有提到过一点 就是 美国的呃 什么什么经济政策啊什么都可能 在总统上来以后有转变 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 嗯 他是很难能够因为某一个总统 嗯 上来而改变的 因为他说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里面就是 外交集团里面有一个叫做BLOB的东西 这个BLOB的这个东西呢 他就是各个的既得的集团 建制派 嗯 精英 组成的这个BLOB 嗯 他会去主导整个美国外交政策 就任何总统 他其实是很难能够规范 嗯 包括米尔斯海默 然后他在 他说这个 呃 奥巴马在他任内结束前一个月 嗯 他那时候也接受媒体的采访 他就提到他确实感到相当的挫折 嗯 然后他当时也是提到BLOB这个字 嗯 就是这个东西一直阻碍 他去施行他想要做的外交政 嗯 所以就是有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 包括在拜东 包括后来川普上来以后 真的就是有一些外交的力量 包括你记得川普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跟俄罗斯来修复关系 对 嗯 那我那时候还跟着去到这个 这个芬兰 去什么双普会 就是普丁跟特朗普的这个峰会 你都可以看到川普他真的是非常急切的希望修复跟俄罗斯的关系 嗯 但是因为这个美国外交的这个建制他就BLOB 他们就是在那里 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这些政策 然后去影响到川普下面的人 下来的不停的把川普往回拉 嗯 然后对俄罗斯 所以这个川普在上在任内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对俄罗斯有很多很敌意的 OK 所以今天今天今天这个选举的结果 十月五号不管是谁当选 现在的对华政策就是不要太乐观 那个调调子呢 大概是是不太会动的 谁上来都一样 包括卧子其实即使呢他有他有很很很很强的中国中国经验 在外交政策当中来来讲 我也我也不预期会有 会会有多大的这些呢正面的修补的影响